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新的一年 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 加快水利工程修复和建设进度 系列报道 新春走基层 今天带您认识上海的一个三口之家 他们努力生活 奋力打拼 用诚实劳动创造平凡人的幸福 我国完成最大规模农业种制资源普查 春运第三天 各地交通部门优化服务 方便旅客出行 以色列称打击哈马斯火箭弹小组 哈马斯称在汉尤尼斯打击乙军坦克 以色列民众举行抗议 要求结束冲突 推动被扣人员获释 美国国内移民问题对立严重 美国媒体报道称白宫可能收紧移民政策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坚持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新的一年 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以更大力度 更实举措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新年一史 长江经济带生机勃发 活力涌动 看上游 云南金沙江畔的 骑城甘蔗迎来丰收 昔日江边的座座荒山 现在一年四季都有了收获 看中游 江西九江的长江暗线上 矿区绿化覆盖和边坡治理持续推进 150多公里的暗线 正被打造为精品风光带 看下游 长三角地区 一个世界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正加速崛起 平均不到10秒 就能下线一辆新能源汽车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做出的重大决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 长江沿线考察调研 足迹遍及长江上中下游 并在重庆 武汉 南京 南昌 先后四次主持召开座谈会 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长江经济带战略 实施八年以来 按照总书记的要求 沿江十一个省市 共抓大保护 不搞 大开发 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 有力地支撑和服务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目前 长江经济带沿线十一个省市 已全面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划定面积约52万平方千米 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驻牢 连续多年干流水质保持二类 十年禁余成效显著 长江江屯数量实现历史性回升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数据显示 2023年以来 沿江各地聚焦新能源汽车 能源装备 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 加快培育2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新认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86家 占全国57% 加快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新创建了666家绿色工厂 59个绿色工业园区 如今 长江沿线优美的自然风光 良好的生态环境 汇集两岸百姓 也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 你看现在这里多漂亮 每天我要带着小孩来这边散步 欣赏一下美丽的江景 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新的一年 长江沿线各地积极行动 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 扩滤增长 在贵州 生态环境执法部门 正与云南四川开展联动执法 今年三地将持续推动 落实第二轮赤水河流域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在安徽 长江生态保护 正从岸线治理 向全流域治理推进 这两天 马鞍山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正对已完成生态修复的地区 抓紧栽种桥木 36家码头也建成了 船舶垃圾固定接收站 并全部完成岸垫改造 在湖北 今年工作人员利用新技术 构建了涵盖防洪 水质 大坝库区等方面的数字应用系统 对长江沿线全天候全方位监测 更加科学 可以对长江流域的水文 水质 雨量 流量 排污 等生态环境的数据 进行全面的监测和数据分析 为我们的生态环保建设工作 提供科学依据 高水平保护成效显著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江苏镇江港口高质量发展方案 今年正式实施 进一步推进绿色港口提档升级 浙江今年将建成十多个省级以上 绿色低碳工业园区 上百个绿色低碳工厂 涵盖了新能源 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 新的一年 湖南多个超百亿元的 现代绿色化工项目开工建设 未来将带动生物医药 高分子材料等 一大批高端项目在长江沿线落地 推动优势产业研练 新兴产业建练 实现智能化 绿色化 融合化发展 增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动能 今年 长江经济带将进一步统筹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 共抓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加快推进长江干线主要港口 铁路进港全覆盖 在更高起点 推进高质量发展 更好支撑和服务 中国式现代化 冬季是抢修水利的黄金期 眼下 各地正加快水利工程修复和建设的进度 保障粮食生产和形红安全 水利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去年11月份以来 全国开工8项重大水利工程 再建的重大水利工程正抓紧施工 尹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 首个开工的重大项目 目前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在位于湖北实验的工程建设现场 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 安乐河桥上部结构的施工 2024年计划抽口段主动开挖完成2400米 施工制动计划开挖4939米 当前 海河流域灾后恢复重建的各项水利项目 正在加快推进 在永定河综合整治工程二期项目 河北固安段水毁修复项目施工现场 工人们正在对摊地进行千丝石笼防护施工 提升行洪能力 截至目前 河北全省307个水毁修复项目中 有278个项目已完工 29个项目正在施工中 大中型灌区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水利设施 去年开工的17处新建大型灌区 和581处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 目前正加快推进 在江西宁都 总投资42.29亿元的梅江灌区首期工程建设 进入攻坚阶段 项目沿线55个作业面同步施工 在谢方隧洞及其周边渠道建设项目现场 工人们正分工协作 进行隧洞开挖 渠道灌江 管道安装等作业 今年 我国将开工建设江西辖江 湖南梅山 云南陆江坝 河南前平等大型灌区 实施1000处以上大中型灌区改造升级 不断完善灌牌工程体系 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超过千万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 在城市里拼搏 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 总台记者十年前在上海采访时 遇到了一对来上海创业打拼的小夫妇 当时他们刚刚盘下一间三十多平方米的理发店 把留在家乡的儿子接到身边 一家三口以店为家 十年过去 他们一家在上海过得还好吗 日前记者来到上海 重新走进了那间小小的寄托了一家人梦想的理发店 这是位于上海洪口区的一条普通街道 十年前 我们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来自异乡的家庭 霓虹流转 带走光阴 染上白发 头发都白了 白的 染的吧 不是 不是 时间给我染的 时间给我染白的 十年前 我们在这个发廊里 见证了一个梦想的实现 来自四川农村的王念超和李正伟夫妇 在上海打拼了整整十年之后 终于盘下了这间小发廊 把一直寄养在乡下 爷爷奶奶身边的儿子小一星接到了上海 但那一年 一星已经十岁了 拿了个眼睛的 这样看人的 父母没在身边嘛 蛮可怜的感觉 来到父母身边后 小一星感受到父母加倍的爱 一天天地解放天性 享受上海为流动儿童提供的公共教育服务 他在虹口区的公办学校里完成了义务教育 又进入一所职校学习航空维修 毕业后被本地一家高端制造企业录用 现在越来越懂得心疼父母 我爸他估计就是这样 他是怎么都闲不下来 就他感觉是休息不了一点那种 比如说带他去看电影 他觉得没什么意思 还不如我工作 然后比如说要出去去哪儿旅游 他觉得旅游太累了 还不如我上班呢 他就是这种思想 就是靠着一把梳子和一把剪刀 靠着一年365天 除了装修改造和回老家过年 全年无休地辛苦打拼 一家人在上海扎下根来 十多年来 一星爸妈每天都要忙上十几个小时 尽管长年如此忙碌 十年间这间发廊始终坚持 先服务后付费 没有向顾客推销过一张储值卡 这多年来我们的经营方式 就是不会去让客人消费什么项目 比如说他剪饭就剪饭 洗头就洗头 烫发就烫饭 因为我们也没有说冲什么会员考 目标也是比较明确 就是把头给他剪好 店里没有客人时 快50岁的一星爸爸 还在专注练习各种不同 卷发烫发手法 一星妈妈告诉我们 这间小发廊属于个体经营 按照上海时的政策 不需要缴什么税 所以多年来 他们也尽可能保值平价 不求暴利 只求用实实在在的手艺和价格 服务好十年间 已经离不开他们的老顾客和老街坊 有些顾客开车两三个小时 可以来找他剪头发的吗 当年一扇门 把这间发廊隔成两个世界 门外是花了几万元 装修出来的摩登光鲜的店面 门里是一家三口 吃饭和睡觉的地方 而现在他们已经靠打拼买下了自己的房子 对于夫妻俩来说 现在这间小发廊 不仅仅是生计所在 更是他们一生钟爱所在 梦想今天把每个客人都做满意 就梦想了 每个客人都把它做好了就好了 找了你们就品牌就好了 这位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的一份子 我们也感觉很有幸福感的 上海这边真的是很宫庆的 像我们这种能吃苦的人 付出了有回报 现在的环卫工快递小哥 他们都有一个保障房 只要不好吃苦 就在这种有温度的城市能待下去 这是大城市里最普通的一个小理发馆 和三口之家 十年光阴流转 他们和每一个努力生活 分力打拼的人一样 用诚实的劳动 在这个大时代创造了属于每个平凡人的幸福 不断实现自己人生新的梦想 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 作为种业振兴行动的首要任务 2021年 我国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 规模最大 覆盖范围最广的全国农业种制资源普查 目前各项任务如期完成 普查覆盖了全国2323个农业县 62.5万个行政村 92万多家水产养殖厂户 新收集农业种制资源53万多份 对746份宾威农作物资源 开展抢救性收集保护 发布80个具有潜在利用价值的 农作物 促勤 水产优异种制资源 说到了迎查进查 迎收进收 迎保进保 全面默清了资源的种类 数量分布 特征特性等加低 普查新收集的种制资源 将全部收入国家农业种制资源库 开展精准鉴定 挖掘一批高产优质 抗逆抗病等优异资源 今天是春运的第三天 各地客流持续增多 交通部门注重服务细节 让旅客回家路上更暖心 2024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 发布的数据 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1.93亿人次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 预计超1.7亿人次 江苏 甘肃等地 在城镇开行定制公交 乘客根据自身需要 手机下单乘车时间和线路 铁路方面 今天预计发送旅客 1185万人次 武汉 南昌 吴州 西安等车站 对老幼病残运等重点旅客 做好标识 方便工作人员持续关注 并及时提供帮助 今天水路客运量 预计62万人次 厦门至金门 泉州至金门 福州马尾至马祖 福州黄旗至马祖 四条小三通航线客流量增长较大 客运航线适时增加营运班次 现在好像班次每天都好几班 便捷了很多 很方便回家 今天全国民航 预计保障航班17468班 运输旅客205万人次 北京西安等地机场 为老人 儿童 首次乘机乘客等特殊旅客 开辟绿色服务快速通道 新的一年 山东持续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在外贸工业等领域 加快培育内生动力 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 新年一时 山东外贸经济活力十足 在济南 出口东南亚的 一万辆重卡订单正在赶制 企业产线一季度已经排满 在日照 两千万只声音处理元器件 加紧生产 春节前将发往日韩 在青岛 为比利时建造的第三艘 六千标箱集装箱船 正式交付离港 还有三艘将在年内交付 今年 山东将巩固外贸基本盘 作为经济稳增长的重要举措 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外贸促稳体制的同时 作为工业大省的山东 也在不断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今年一开年 山东就发布了 加快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从加大元企汇企力度 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等方面 实施79项政策 对1400个省级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重点项目 目前已建立起策划签约 建设投产运营的全过程服务体系 我们将强化跟踪服务 按照要素跟着项目走的要求 做好建设用地的保障 能耗美耗的统筹和投融资的支持 尽快形成新的增量拉动 针对冶金 化工 纺织服装等 传统重点产业 今年山东还将开展一页一侧改造提升 计划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 计改项目1.2万个左右 同时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等领域 新培育10个左右新兴产业集群 围绕人工智能 量子科技等领域 实施一批前沿技术攻关 推动15个未来产业集群 加快壮大 力争2024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3000家 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 要打造生物制造 商业航天 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 低空经济也成为被越来越多城市 看准的新赛道 迈入新一年 各地的低空都忙碌了起来 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 去看一看低空世界的新变化 新年一史 深圳空中低势的版图再次上新 在平山燕子湖会展中心 不少人正排着队准备坐直升机上班 从这里飞往福田CBD 原本一个小时的车程 飞过去只需要13分钟 在安徽 全球首款商业落地的无人驾驶飞行器 在合肥洛港公园正式开始了常态化飞行 而在湖南 21万多平方公里的全域范围内 如今可以想飞就飞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让湖南的低空在这个新年忙碌了起来 记者来到长沙飞行服务站 大屏上显示着当前湖南空中的实时情况 几十架飞机正在飞行 还有很多当天申报了计划的飞机在做准备 屏幕上整个湖南的低空空域 被划分成了179块 每一块什么时候能飞 能怎么飞 都可以实时监测 针对每一个暴批的飞行计划 都可以迅速模拟出它的飞行路线 确保飞行安全 我们这个空域的计划申请的包批的这个浮速度提高了很多 如果说原来按天算的话 我们现在能够按小时算 就在今年这个元旦假期 我们湖南的这个通航体验诈次增加了8.3倍 飞行小时是增加了17.9倍 在这张低空热力图上 红色的区域是不久前新增的两家航校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开飞机 而无人机飞行时长最多的地方 竟然是在一个县城 那里正在全线范围内 进行无人机送货的试点 飞机飞起来了 产业也随之热了起来 在绵阳北川 这片刚刚获批的无人机砖 用测试试飞空域 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 来测试飞行 黄天告诉记者 他们已经在北川租了个厂房 今年他们计划再直接建一个 自己的生产车间 进一步提高研发和测试的效率 而在北川 像黄天这样准备入驻的企业 已经有了不少 覆盖了产业链上游的发动机 电池到整机制造 再到下游航空培训等全产业链 有一些来的有几十家企业 协议金额达到40亿 抢抓机遇 蓄势腾飞 越来越火热的低空经济 让打飞滴上班 外卖从天而降 这样科幻的场景 加快走进我们的生活 也打开了一个万亿级的产业新赛道 数万家企业汇聚协作 带动产生数十种新职业 新机遇将不断涌现 预计2025年 我国民用无人机产业规模 将突破2000亿元 工业级无人机将成为主力机型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将成为兴起直锈 快速推进商业化 未来低空经济 应该是多层含义的 万亿产业新赛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 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彩排 今年春晚 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中 汲取创作灵感和创新动力 其中 创意年俗节目 展现出多样中华饮食文化 继遇龙年五五丰登 八段锦创新演绎 为广大受众送上美好祝愿 彩排中 一首首歌曲 唱出新春美意和情感共鸣 灵动婀娜的舞蹈节目 蕴含年年有余 好运连连之意 导演组将精言细模各类节目创编 轻力打造一道欢乐吉祥 喜气洋洋的文化年夜饭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春节前夕文化和旅游部 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 旅游迎春休闲过年 新春主题系列活动 聚焦旅游目的地主题线路等 联动各地推出冰雪旅游 乡村旅游 红色旅游等文旅融合产品 为民众春节文旅休闲 提供更多选择 国家疾控局等12部门近日印发 全面消除麻风危害 可持续发展规划2024至2030年 我国将进一步优化防治体系 提高治疗效果 强化病例发现 阻断疾病传播 到2030年 达到全面消除麻风危害目标 全国麻风换兵率 大于十万分之一的 现实趋数为零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 近年来通过实施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等措施 全国65%的高等植物群落 74%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 得到有效保护 大熊猫 蓝科植物等300余种珍稀 野生动植物种群 得到恢复性增长 今天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北欧两项的比赛 在河北张家口的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和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结束 黑龙江队包揽了 该小巷的全部三枚金牌 1月29号起 高山滑雪比赛将在北京延庆的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进行 当地时间1月26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春晚序曲活动美国专场 在纽约举行 活动以过中国春节 看总台春晚为主题 通过中国传统春节文化纽带 促进国际人文交流 推动文明互建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联合国多位副秘书长 和多国外交使节 以及当地政府官员 和美中友好人士200多人 出席活动 以色列国防军27号称 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 汉尤尼斯打击了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的一个火箭弹小组 以军称 过去一周 以军在汉尤尼斯 打死了100多名 哈马斯武装人员 打击数十个哈马斯目标 据巴勒斯坦媒体27号报道 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附近 汉尤尼斯东部和西部等地 实施空袭 造成平民伤亡 以色列方面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 27号公布视频称 该武装在汉尤尼斯 打击多量以军坦克 部分以色列民众27号晚 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 举行抗议活动 要求以色列政府结束冲突 尽快推动被扣押人员获释 部分抗议者在以色列国防部门前 与警方发生冲突 27号 黎巴嫩珍珠党武装和以色列国防军 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发生冲突 以军称 以军正进一步加强北部边境的战备 过去一周以色列北方预备翼散兵旅 进行了密集的实弹和城市作战演习 俄罗斯国防部27号称 俄军当天在扎波罗热 顿涅茨克 库皮扬斯克等多个方向 击退乌军进攻 并打击乌军防空系统燃料库等目标 俄军还拦截了乌军多枚火箭弹和多架无人机 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 乌军在多个方向与俄军展开数十次战斗 乌克兰部队对俄方人员和军事装备集中区 弹药库等目标实施打击 并摧毁俄军火炮 针对有媒体报道称 美国建议七国集团考虑没收 俄罗斯遭冻结的海外资产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27号表示 这一做法违反国际法 将导致俄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 近来共和党围绕美墨边境移民人数不断冲高 对民主党展开攻击 面对压力 美国总统拜登可能改变其相关政策 同意实施包括关闭美墨边境在内的 严厉的边境管控措施 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日前发布的数据 美国2023年12月在美墨边境逮捕了24.9万移民 达到新高 此前美国最高法院于22号决定 允许美国联邦边防巡逻队 拆除共和党人主政的德克萨斯州边境的部分铁丝网 而据美国媒体报道 德州方面拒不服从相关命令 德州国民警卫队与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在南部边境持续对峙 此外 根据美国共和党州长协会网站25号发表的声明 25名共和党籍州长称 支持德州会与德州团结一致 移民问题被认为是影响美国2024年大选结果的关键因素之一 近来共和党和民主党围绕移民问题的争斗愈演愈烈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俄罗斯圣彼得堡27号举行活动 纪念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列宁格勒保卫战胜利80周年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共同出席活动 圣彼得堡原名列宁格勒 从1941年9月到1944年1月的两年多里 面对德国纳粹军队的封锁 列宁格勒军民顽强抵抗 赢得最后胜利 伊朗外交部28号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27号发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 比鲁支斯坦省的袭击事件 袭击造成巴基斯坦人九死三伤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 巴基斯坦外交部27号对这一袭击事件予以谴责 强调需对肇事者采取强有力行动 伊朗总统莱西27号在德黑兰会见巴基斯坦驻伊朗大使时说 恐怖主义对地区所有国家构成威胁 强调两国要在打击恐怖主义等领域实施联合计划 伊拉克总理媒体办公室27号发表声明说 伊拉克和美国当天启动首轮对话 讨论结束美国等军事人员在伊拉克的存在 伊拉克总理苏达尼主持对话 目前在伊拉克至少有2500名美军人员 本轮巴以冲突以来 美军多次对伊拉克民兵武装目标发动空袭 伊拉克政府近期多次强调 美国等军事人员已没有理由继续在伊拉克存在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